想唯独中国,印度反被西方抛弃 已经没有脸面参加中国南亚合作论坛 最近第五届中国南亚合作论坛在昆明开幕 本届论坛以凝聚合作共识,促进区域发展为主题 不过这次印度却没有派官员参加 印度媒体对此十分关注 直接声称是中方故意不邀请印度 甚至发出中国无视印度在南亚的领导地位的言论 只是印度媒体的说法站不住脚 毕竟自从2018年论坛开设以来 中方从来没有不邀请印度的情况 最开始印度也都选择参加 包括本届论坛也有印度工商界人士参与 至于印度官方为什么没人参加这个问题 显然要为印度资金 实际上前段时间印度和西方走得很近 莫迪跑去参加西方举行的G7峰会 但是缺席了上和组织峰会 只是派出印度外长苏杰生代替自己 除此之外 莫迪后面还去访问了俄罗斯 见到了普京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 美国就有媒体推测 印度这么做就是为了整对中国而来 继续通过在西方和俄罗斯 作用风源的方式 让自己两边都有人 确保中国不会占据主导地位 不过印度后面玩拖拉 西方无法再忍受印度这种坐有摇摆的政策 这导致了后面的北约峰会 美西方为了拉拢亚太国家 只邀请了像日本 韩国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唯独没有邀请印度 印度一直认为自己是南亚霸主 这自然是一件十分丢面子的事情 所以这次中方举办的合作论台 印度估计就没脸敢过来了 那就更别提一开始印度选择把重心转向西方 可能就是为了针对中国而来 还有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 那就是西方不再忍受印度这种坐有摇摆的政策 不仅仅是鼓励印度那么简单 按照美西方国家的性质 他们可能还会给印度一个深刻的教训 就那之前 印度人在加拿大刺杀西科教领袖这件事来说 西方的五眼联盟就站在加拿大那边 美国也要求印度做出合理的解释 之后呢 印度大选期间 加拿大就再次拿这件事情发难 差点搞得莫迪下不了台 所以呢 让西方再次报复印度也是有可能的 这要再次说明 西方一直以来都是把印度当作棋子 所谓的盟友关系 不过是印度自由为事罢了 这个时候呢 有意思的一幕就来了 印度虽然不来参加中国举办的合作论坛 但是私底线却加快了 向中国技术人员发放签证的流程 继续吸引中企赴印度投资 这也是目前印度最矛盾的地方 一边要与中国保持距离 但是呢 印度自身实力不行 像关键技术零部件这些方面 印度都十分依赖中国 所以呢 各个方面 印度都是不撞难抢 不回头 上述观点 大家有什么看法 请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欢迎大家点击关注 下期咱们再见